中共高层政治人物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人案 8月9日在合肥庭审结束 谷开来当庭认罪 无论在记者会议上或是新闻公告中 官方都刻意回避谷开来的杀人动机 和导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的原因 对此含糊其词 而幕后的真相可能超乎各界预料 谷开来张小军被控毒杀英国商人 尼尔海伍德案庭审一天急告结束 听审结束后当局立即举行通报会 致谷开来因为经济原因行凶杀人 有合肥市民众表示 身为中共高干家属 为经济利益亲自下手杀人相当不可思议 感觉到有些愤怒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高干的妻子 他不仅是贪污钱 而且还要为了经济利益去杀人 我感到非常的愤怒吧 听审结束20分钟后 当局立即举行通报会 对于谷开来杀人动机 即为何导致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 则避而不答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 谷开来是不是杀人 因为这个杀人案件 并不是谷开来这个事情的关键 谷开来如果杀人的话 那么王立军当时为什么不向周永康报告 会从来跑到美国领事馆去 据大纪元新闻网9号报道 谷开来是薄熙来周永康 政变圈核心人物 直接参与了薄熙来 王立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英国商人海伍德 因为涉入薄熙来 谷开来在国际贩卖人体器官 和尸体等事件被杀人灭口 1999年薄熙来在任职大连市长期间 积极推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通期德国商人哈根斯 在大连建立的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 到2003年大陆成为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 随着谷开来遭到起诉及审判 它涉嫌参与的活摘器官 与人体贩卖罪行 正在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 新唐人记者朱志山振兴采访报道 文章 马逊 谷新唯独风 赝水上 无能于民党